你的女朋友没胃口时 就给她做这个 酸甜开胃的新虾豆腐包吧 嗯 为新鲜的大虾去掉虾线 虾头剪下来 虾壳去掉 再开个背 油热虾虾仁 炒至手头盛出来 玉子豆腐切小块 放进盆里 加入淀粉 给它均匀的裹一层 油热下锅 煎至两面金黄 调一个料汁 两圈生葱 一圈老葱 毛牛 番茄酱 一锁盐 一锁零塔塔 半碗清水 装发浇油 热下葱蒜 下头 炒出虾油 虾头浇出来 下入番茄 翻炒出汁 倒入开水 来点小军菇 宽粉 豆腐 虾仁 淋入尿汁 开盖小火煮三分钟 好咯 来点葱发 这不就是金玉馒糖 哇 肉好嫩啊 虾的鲜味已经完全融合在里面了 嗯 真的是满满的鲜虾味啊 吃着热乎乎的 哦 好胖哦 你在干嘛呢 我想吃上海饭菜 我来吧 我来吧 那个叫上海菜饭呀 腊肠切成片 放进锅里 腊肉切成小碉 敷进来盖盖煮饭 把青菜切碎一点 锅烧热 来一勺猪油 烧到冒烟 下青菜 调软 关火 焖出后咯 把青菜倒进来 再给它温五分钟 加一勺林卡糖提鲜 搅拌一下 咸肉有咸味了 咱就不加盐了 上台人是怎么发明出这玩意的 我打车去上海 我给你一下 咚咚咚咚 哇 这玩意看着就好吃 好香啊 哇 辣肉的香 猪油的香 太棒了 这个米它每一粒都被油包裹住了 姐妹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简单又好吃 你把它炖起来干嘛 不懂了吧 今天让你见识一下 炖番茄 把番茄放在温水里滚一下 然后皮就很好剥下来了 是不是啊 建议戴个手套 把它切成块 这才番茄冻起来 这样待会更容易出汁 牛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 给它焯个水 好 煮开了 捞出来 把红豆洗掉 起锅烧油 下葱姜 把它炒香 然后倒一半番茄 把番茄炒出汁 来一大勺番茄酱 再把牛肉倒进来 加桂皮 八角 辣椒 香叶 还有冰糖 倒开水 没过牛肉 小火 盖盖 焖煮一个小时 开盖 把剩下的番茄倒进去 煮个十分钟 最后加两圈生抽 一圈老抽 一勺盐 把它搅拌搅拌 盛出来 这个汤汁好浓烈呀 一口肉一口饭 牛肉炖的特别辣 太香了 这个 好好喝 这配方真的绝了 家人们 你是干嘛呢老公 做金针肥牛卷 我来吧 金针肥牛不能卷一整颗呀 先把它的根去了 再分成小段 把它塞进肥牛里 这样就好啦 起锅烧油 下葱蒜 皮馅豆瓣酱 把它炒香 再把肥牛卷马上来 盐制一面定型 翻个面 炒一个万能红烧汁 两圈生抽 一圈老抽 来点蚝油 一勺林卡糖 一勺淀粉 加半碗水 搅拌汁圆 淋入酱汁 小火焖个三五分钟 看看 大火给它收个汁 过来 这不得卖个八十八 哇 这个酱汁裹满 太香了 这得救得没办法 你在干嘛呢 我知识热狗 我来吧 我来吧 热狗要把它穿起来呀 先把土豆切片 为啥土豆呀 可以做个减脂版的 水开上锅了 蒸20分钟 蒸好了 倒成泥 加点淀粉 盐黑胡椒 肉拌均匀 把汁细碎倒出来 放到热水里 隔水融化 丢一坨出来 油成小团子 把热狗穿起来 再来一坨芝士 用土豆泥 把热狗包拌起来 先裹一层淀粉 再裹一层鸡蛋液 最后裹上面包包 真好看 放进空气炸锅 稍微喷点油 180度烤20分钟 来点 哄啰 嗯 怎么爆浆了一点 会影响味道 底上番茄沙拉酱 来点欧芹碎 哇 太nice的这个 我一样跟外面的味道 哇 外酥里软的 主豆泥特别的香 而且一点都不油腻 哇 这也太幸福了 你干嘛啊 老公 别说煎汤圆 汤圆还能煎着吃 嘎嘎好吃 锅里加一小油 开火 把汤圆放晕 加一小杯水 盖盖中小火煎四分钟 开盖 变得烫嘟嘟的 开大火把他水收干 煎到底部 翻个面 再把下面煎一煎 煎到两边金黄 怎么糊了呀 火太大了 煎好了盛出来 哇 好可爱 像那个香港鸡蛋仔一样 直接挑一坨 嗯 像鸡年糕一样的香啊 感觉比煮的好吃很多 酥酥脆脆的好香啊 里面超暖和 哇 好好吃啊 太喜欢这种 糯唧唧的东西了 你的女朋友没胃口时 就给他来一碗简简单单的 鱼香肉丝盖饭吧 烦了吗 这吃一个不吃吃 清新的朱鲤鸡 冷冻一下更好切丝 加半圈尿酒 一圈生抽 酿索淀粉 抓把桌油 烹油锁水 腌制10分钟 泡好的木耳切丝 胡萝卜切丝 青椒也切丝 调一个鱼香汁 尿 全生抽 尿 全醋 尿 全尿酒 一圈烙抽 三勺零卡糖 一锁淀粉 拌碗清水 整饭桌油 起锅烧油 油热下入酸 快速滑散 炒到变色盛出来 重新起锅下葱姜蒜 炒出虾味 来走皮馅杜白酱 炒出红油 下入蔬菜 把蔬菜炒软 猪肉回锅 翻炒均匀 淋入鱼香汁 大锅收汁 真的是一股子鱼香味 好香啊 特别下饭吃了 跟饭店比可能比不过 但是绝对比食堂好吃 就外面吃了 根本吃不到肉做人 浮浪你也吃不着 呵呵呵 你在干嘛呢老郭 给你做日式虾白饭 用一整块虾滑 一次吃到爽 虾滑不用解冻 充分裹上鸡蛋液 再裹一层面包坑 放进空气炸锅 表面喷点油 200度烤15分钟 中途给它翻个面 准备一点生菜丝 煮好的米饭 装盘备用 煮上生菜 小鸡蛋 好一个酱汁 一块咖喱 加一小碗水 大火煮化 浓到浓稠关火 淋在米饭上 哦 好嘞 虾排切一下 哇锅里面烤得非常到位 铺在米饭上 淋上照烧酱 一次吃这么大一份虾排 来一勺米饭 哇 别烂啊 虾排炸出来特别嫩 哇 一只炸虾排 将那鱼煎鸡蛋了 哈哈 先嫩多煮 虾排 炸一点菜 哇 这一口满满当当 哇 太幸福了 你在干嘛呢老公 呵呵呵 给你做烤点面 这不是面条吗 面条也能做 均匀的铺进锅里 太长的就把它折断 锅有多大 面条就铺多大 淋一点油 倒水 破锅面条 开火 把面条焖熟 调一个蜜制烤冷面酱 一锁含酥辣酱 两勺蒜蓉辣酱 一圈醋 两锁零卡糖 蚝油 加一点水 煮饭均匀 好了 把水收干 喝两个蛋 把鸡蛋搅走 我还能好吃吗 Garen你就知道了 煎制定型 翻面 哦 刷上我们的小炸料 糖葱 葱花 姜菜 小生菜 鸵腿肠 卷起来 最后再来点小调料 出锅 噔噔噔噔 哦 这比小吃摊的大多了 哇 还真别说 太香了 呃 你外面的小吃摊太多了 我感觉 还挺下那么回去了 吃起来还蛮筋道的 哇 每一口都特别丰富 你在干嘛呢 我还是酱鸡蛋 哈哈 我来吧我来吧 鸡蛋也要把它煮舌呀 先把水烧开 水开下鸡蛋 想吃糖心的就煮六分钟 四分之一克洋葱 蒜片 青红姜 白芝麻 三百毫升生抽 三百毫升凉白胆 二十克零卡糖 左半均匀 鸡蛋煮好了 迅速捞进冰水里 火轻松去 壳儿 短短短 哈哈 稳稳的糖心 丢进酱汁里 大功告成 放进冰箱 冷藏四个小时 LATEL 看来看一下 哦 好浓的洋葱味 看看里面长啥呀 哇 哇 梦中鸡蛋 像漫画里的一样 肯思先吃 哇 入口即化 香香甜甜的 哇 鸡蛋在嘴巴里打不转 好吃 拿了半米饭肯定很棒 真的是鸡蛋的神仙吃法 做一次可以吃三天 我想和女友幸福生活三倍鸡 就给她做鲜嫩美味的三杯鸡 根本不够吃 三杯鸡是哪三杯吗 一杯我一杯他一杯 哈哈 不是啊 鸡腿切大块 有条件的可以用三黄鸡 温水清洗鸡便 一定要把鸡肉的水分擦干 不然炒出来不好吃 加一勺盐 白胡椒粉 一点点料酒 中华鸢腌制半个小时 另一杯香油 起锅烧油 下葱姜爆虾 煎到微微发黄 下鸡肉 把鸡肉的水汽烤干 嗯 炒至金黄 再加入第二杯鸡酒 去腥增香 最后加入第三杯酱油 简简单单 再来一把冰糖 翻炒放酥 盖盖 中小火焖15分钟 LATER 好香啊 加入九层糖 只玩了180一斤 用香菜带汁 再焖两分钟 否则 厚不及待 一定可以盖着米饭吃 看着就很嫩 香啊 香油香加酱油香 它没有一种材料是多余的 对 这绝对不是黄焖鸡那个味道 它是特殊的那种香味 每一块鸡肉都特别嫩 条件的一定要买一整只鸡来刷 是的 根本不够吃 当你有一个爱生气的女朋友 一定要给她做香甜软糯的开口笑 准备一些红枣 加清水浸泡一下 碗里加50克多米粉 少量多次加入温水 留层光滑的面团 把红枣的水分擦干 把一条口子 那这样就好了 用吸管把中间的糊顶出去 超级简单 有一坨糯米团 把它搓成长条 整理一下 塞进红枣里面 好可爱 水开上锅 盖盖 这是十分钟 好胖呀 淋上小蜂蜜 看着好好吃 里面真的很柔软 果然叫心态柔软 外面咸甜的 里面乐唧唧的 特别有嚼劲 有点早虾 好看又好吃 年月饭一定要做这个